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春老师 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间指数空间不是很大 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指数呢今天是开高有点震荡走低 可是也没有跌多少 那刚刚稍微拉弹了 现在又稍微压回大概涨18点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把时间 再延长一点来看 9月份都这样 就是很满区间 而且都是量级缩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我预计这旁应该还延续一阵子 因为今天礼拜二 年期末结算可能指数会有点震荡 礼拜四台积电除息 可能稍微台积电会动一下 那指数也在那边走震荡 但是礼拜五过后就四个交易日 中秋节 对不对 有四天是中秋节 所以整个市场的买盘还是会缩手 所以会造成什么 台股还是呈现量缩 那指数这地方量缩的话 可能那个指数的空间不会太大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 最近的指数在那边走区间 可是一堆股票跌翻天 就算还没有完全跌下来的股票 他也不动了 对不对 好 那到底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这东西我们待会一一来去跟他去做分析 尤其未来这个盘势 他会怎么去走 我一直跟他讲 很多时候股市涨跌都有理论依据 不是去那边跟你靠感觉 我们还是慢慢用逻辑性的推演 来去看未来台股到底是涨势点 那到底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做操作 好不好 你来看 其实很多东西我已经讲过了 其实今天我们只是在印证 我们之前讲的东西 跟现在那个盘面有没有符合吗 如果有符合代表说 我们这个理论依据是正确的 好 那各位你看 上个礼拜五我就跟各位讲 拉东出西最后逃命 下周就是本周嘛 会有更多的破底股 对不对 那你到底有没有破底股呢 各位我们慢慢来看 指数是可能在这里没有错 可是你会发现到 怎么有些股票他又一路创低点 对不对 那个新唐盘一盘之后 是不是开始补跌 又再创低点 对不对 除了这些个股之外 你看嘛近期的大力光 股王 如果你说是多头的话 基本面最好的股票应该上去 结果没有嘛 最近也在创低点 对不对 你看他美丽 跌翻天啊 跌到现在为止还在创波段低点 华星科也是一样嘛 291到现在172 根本跌了100多块 一张就10万不见了 如果当初你去买个10张 现在他100万不见 赚这个100万要赚很久 有没有一路跌 你再注意看 你看这些股票 今天也在创近期低点 有没有 旺息 唯一这两天跌下来 台郡是不是创波段低点 有没有 你看 很多个股不用看太久了 看最近这一段期间就知道 那不是只有这些 你再仔细看 这也是创低点 这个也是在创低点 这个也是在创低点 是不是 这个也是在创低点 是不是也在创低点 有没有 做光电的 现在也在创低点 这一段跌下要腰斩 这哪都腰斩 还有哪些 这些股票是不是也创低点 最近出控的 不管是GIS 或者是TPK 最近都让你看到创低点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特别你想想看 我上礼拜有跟他讲 这礼拜会有更多破底股 原因到底在哪里 其实这个理论依据 我们之前跟他讲过 8月底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结构不对 所以我建议你停看厅 什么叫做结构不对 我跟你讲 全场不会有人跟你讲 这些东西 你要对盘米 很深刻的了解 你才知道说 他到底为什么 这个盘到这个时间点 会让你看到一堆股票 创波段低点 同学你想想看 8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指数呢 在9月初是不是走区间 8月底有弹起来 可是我那时候怎么跟他讲 我说你台股这波的结构 跟104年4月底结构一样 指数有拉起来 但那指数拉起来 是金融在带 电子类股有动一下 是拉台积电 但是他没有过前高 那你从今天的盘事 你就可以发现到 到今天为止 早盘还在动金融 早盘还在动金融 但是你电子类股呢 不动起来 结果呢电子类股先跌下来 这就造就什么 很多个股也在创低点 所以最近为什么这个盘面里面 很多电子类股创低点 好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重点来了 因为我这两天 我一直跟大家讲 台北股是在量缩嘛 你看到今天收盘成交量多少 2500左右嘛 是不是 那你这几天的成交量呢 昨天2500嘛 前天2600嘛 然后呢 9月9号2400嘛 好了再多一点 顶多3000出头嘛 有没有 大仗就是 顶多3000左右了 但我这两天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这盘不对啊 因为你现在靠全职股去做撑盘 那你现在市场的量又缩了嘛 那你不管你是靠金融 或者是稍微靠一下台积电撑盘 你全职股需要量嘛 对不对 好 那量又这么少 那你这些量呢 又集中在一些全职股个股身上 那这不就造成了什么 很多个股它涨不上去嘛 那当然很多个股呢 没有量 又涨不上去 当然为什么最近你会看到 很多个股啊 在这地方一路创破断低点 它原因就在这里嘛 是不是 你看嘛 是不是我这间跟你讲的东西 没错嘛 结构就是这样嘛 那当然我说过嘛 如果你对我的解盘方式 你不认同都没有关系啊 你也不用双火你就尽量买 不用客气啊 你就尽量买 问题是你买到现在为止 对你有没有帮助 你看哦 电子类股一定让你看到一堆股 不要创破断低点 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啊 整个中秋节有四个交易日 有四天是放延价 那这中间还先扯到美股的问题 等一下我来给你做解说 那你去想一下嘛 现在的重点是 有些个股创低点之外 你现在预防什么 有些股票它还要走补跌哦 什么样要走补跌 现在这些东西都还 这些个股都还在半三腰哦 你一直没有量 一直没有量 好你就去靠全职股撑盘好了 那这些个股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你看量都缩了嘛 稍有一个闪失 会不会带走补跌 搞不好你去想一下 这些个股到目前为止蛮多的 你再仔细看 连羊也是嘛 从143跌下来 现在已经跌了40块了 一张赔4万块嘛 买个10张而已啦 到现在为止大概40万不见 可是这些个股到这个时间 也没有量嘛 可是你融资又没有退 如果你量一直缩下去的话 有些个股没有量 你叫它怎么长 不耐久盘到最后呢 你要预防它会补跌 这要注意哦 因为这类型的个股 到目前为止来看 还蛮多的哦 都是这样 都没有量 头已经开始盘出来了 有些个股就这样嘛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的盘是 你要注意的是 会不会有补跌的讯号 它会跑出来 但是呢 这个讯号呢 不是完全靠 只有在电子类股有问题啊 头发你去想一下 我这个人就跟他讲嘛 只说外来没跌啊 可是这几天你去看老师解盘啊 反正做电子的就去骂船产啊 做船产就去骂电子嘛 对不对 自己的股票不敢讲 更何况很多人都跟你讲 这里要重压 压什么 好了压航运好了 压钢铁好了 同样我们来看嘛 刚刚你看到了嘛 电子类股 很多个股它一路创低点了 为什么也会做一个这样走 没有量啊 电子股没有量 难道你传产就有量吗 你来仔细看嘛 航运类股 这是长荣嘛 是不是 上个礼拜五一涨起来 稍微动一下的时候 哇 大家都有航运类股 每个都拿出来讲 可是你去想一下 你从这个技术现行里面来看 是有赚到钱吗 你前面套的就已经套一堆了啦 好啦 我前面套的我们就假装忘记啦 好不好 你从八月份之后到现在为止 你去买长荣的有没有赚到钱 这怎么赚 不要跟我说你买最低啦 你就算你买最低也没赚什么啦 搞不好你上面去买的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套啊 是不是 你看买没有量都是这样子啊 你看这些个股啊 旺海 它现在205.5喔 它前低在200喔 到现在为止呢 它这个位置不可以破啊 如果说这个位置一破的话 可是没有 不要说是前面这一段 光是这一个多月的这一段 又再套一堆了 又再套一堆 所以当你这个市场那个量能啊 不够 然后呢 又因为中秋长假的关系 你现在是集中在全职股去做升盘嘛 你其他个股没有量啊 没有量不就跌了嘛 是不是 这怎么赚啊 到现在为止啊 离前低 只有差5块钱而已啦 不要跟我讲说你那最低是你买的 你现在还要预防说它会不会去走补点 如果这一跌下来的话 我跟你讲啊 很多个股它会撑不住啊 那现在也不是只有航运啊 那钢铁类股也是一样啊 你注意看嘛 这个股到现在为止啊 你前面买的就在套了嘛 好不容易你看喔 这两天稍微动一下 很多老师应该看到航运类股不动就不讲啊 假装忘记 那开始跟你讲啊 钢铁 你看钢铁多好 是不是 好啊 很好啊 结果又跌下来 啊 这些个股不能破前低喔 那会不会破前低 同样你想想看 如果一直都没有量的话 它会不会破前低 你看一下一堆电子类股现在创低点啊 到现在为止很多个股是不是都一路创低点 这电子嘛 刚才看到了嘛 航运类股到现在为止只差一点点也要开始创前低了嘛 是不是 那你航运类股不强 我之前跟他讲过啦 航运钢铁是一起的啊 如果你航运股跌下来 你钢铁类股跑不掉 所以咧 刚刚我就说了嘛 这些个股你要小心啊 你看啊 新钢也是一样嘛 有涨上去吗 没有啊 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 你去看啊 你看那剩余啊 39.9啊 前低39.5嘛 现在已经创这几天的低点啊 你一直没有量嘛 那你觉得没有量 它攻得上去吗 它是上涨的机率比较大 还是跌的机率比较大 老实你注意看啊 一堆啊 加大海是一样 你看字连 最近根本没有涨啊 你越买越套嘛 是不是 这两个月买进的全部都套啊 第一桶 有涨吗 没有啊 前面已经套一堆了嘛 好 稍微弹起来了 这地方进展去买 现在又快破月线了 有没有 光年钢 是不是也快破了 你看啊 它现在都离前低只差一点点了 星光钢 是不是离前低也差一点点 是不是 好 那我问你嘛 电子钢铁航运你要买什么 不是 你要买什么 我最近一直在节目里面跟他讲 这个盘到这个时间里 你看得懂这个结构 什么叫这个结构 因为指数的拉抬是靠金融啊 你电子类股根本没有动啊 如果再加上现在的量数 很多 不管你电子钢铁或航运 你全部都没有量嘛 你又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一堆老师要叫你中押 长航运跟你说钢铁 长航运跟你说航运好 航运不动了 这些东西都不长 就开始骂电子类股 你来当老师好了 你也会啊 不是吗 我一直跟他讲 这个市场很多老师 他没有比你强到哪里去 就是长什么在跟你讲什么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里 我就跟他说 很多时候整个盘是 他未来会怎么去做发展 我跟他讲过了嘛 你可以用逻辑性的推演嘛 涨跌都有理论依据 好 那现在的重点在哪里 台股 接下来有四天的假期是中秋长假 好那这几天大概量也不会太出来 搞不好一出量的话 应该是沙盘的几率还比较大 没有量还反而好 是 那接下来的这段期间里面 你还要保佑什么 美股不要跌 好美股一跌 你看这个盘怎么撑 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美股 好我们来看 美国股市呢 这波的走势里面 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过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礼拜四礼拜 我就一直跟大家分析美股 你会说老师啊 那个道琼啊 昨天有涨啊 是不是 好有涨嘛 是大涨嘛 他现在机械没上去嘛 他面临到半年线的位置区嘛 到底是上去呢 还是说会破半年线 各位待会儿我慢慢来研究 高科技股到现在为止 也是面临到月线保卫战嘛 是不是 好那各位我们来看 这两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 我跟大家讲 因为前面啊 已经公布了PPI的年增率 创11年的新高 预计今天晚上啊 他要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你生产者物价指数 生产端都已经上去了 那你CPI的指数应该不会太差 好不会太差 好那各位 如果不会太差 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上礼拜就跟大家讲过了 央行 欧洲央行 已经开始在缩减购载规模 所以呢 美国也快了啦 那当然这个快 到底是在中秋节 那个廉价 他召开会议的时候 就要开始说呢 还是他拖到11月 我认为今天晚上 如果CPI指数再创高 会不会在中秋节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就跟你讲 我搞不好10月就开始 要缩减购载规模 是不是 那如果说 有这个现象出现的话 你说老师搞不好 他11月12月才说 那我不知道 但是他后面就是要说嘛 那如果说他这个地方 已经有那种说债的计划 一出来的话 我昨天就跟他讲了 他会影响到什么样的层面 我说美元就跌不下去喔 是不是 那如果说这波的美元 你让他占回到月限之上的话 他就会去过前高了啦 因为你后面一整条路 都是在说债 到了明年 可能在明年大概年中之中 年中之后 债就已经说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生不生息的问题嘛 好 那个东西还久 我们先不讨论 但是在你说债的这段过程里面 你要预防美元过强 如果说中秋节过后 美元开始崩上来了 而且他有机会去挑战前高 同样你去想嘛 那这不就是对 整个亚洲市场 他会有资金外移的现象吗 不是吗 是不是 好 那各位 我们现在用逻辑推演 那到现在为止呢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 民主党人提议对企业 股票回购可增2%的税 2%还没多少啦 因为要支应什么3.5亿美元的预算案 可是呢 众议院的民主党 他开始要有征税的幅度 这个征税的幅度已经来到多少 他认为说 比方说了 企业的一些资本利得税 来到25% 企业税率来到26.5% 那你想想看嘛 如果说这种开始加税的过程里面 已经开始形成市场共识 美股要大涨 他要缩减购债 然后呢又要加税 你跟我说美股要大涨 合不合理 不如你去想一下 那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市场不会跟你说啦 反正每天都是有标股啊 但是我一直问你嘛 你看到电子类股 类股不要创低点喔 航运类股也只差一点点要创低点喔 那你钢铁类股也是一样啊 那你说标股到底在哪里 电子航运钢铁 我认为很多个股的补跌才刚要开始啊 如果说你让它这个地方补跌一出现 那好时不时美股又跌下来 懂没有 之前跟你说过了嘛 你台北股是从万八啊 跌到这个地方啊 你融资根本没有解决啊 什么类融资没有解决 大家都不讲面板了嘛 是不是 面板融资呢 全部都要在里面啊 你全创呢 融资也全部套在里面啊 你航运类股的融资也是套在里面啊 你看啊 现在航运类股都还在跌啊 是不是 他离前地并不远啊 刚刚我跟他讲啊 现在离前地最近的是望海嘛 你就先看望海是不是先破低点嘛 如果望海一破低点 长龙崖民他撑不住啦 如果说连长龙崖民都还在创低点 我跟你讲你钢铁类股也撑不住啦 所以你现在要买什么 所以我跟他讲说 这个时间点喔 因为有的时候你能够看得懂 你会知道风险在哪里 所以我们不会说什么 叫你去中押啦 反正每天都有标股啦 朋友我还是提醒你喔 很多时候富贵是稳中求 但是你要怎么稳中求 如果你是能够愿意把你的钱 当做自己的钱看待的话 我敢说他不敢买 因为没有标股啊 电子航运钢铁你告诉我哪一个是标股 你回答我嘛 老是金融是钢铁 金融是标股 好啦你又买金融我祝福你 但是问题是这市场 不会叫你去买金融啊 不是嘛 会买金融的应该是老一辈啦 可能为了股息去买 但是这个盘他原本 他就是在称金融嘛 用金融称指数啊 那你又没有料 你其他个股就跌下来了 所以我还是提醒各位啊 富贵要稳中求 那我一直把各位 辛苦赚的悬案钱 是我的责任 所以呢我都没有叫你乱买 万八的时候我就叫你卖股票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叫你不要买 因为你整个市场的融资 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电子钢铁航运 很多个股的补跌 它才刚要开始 如果说再涨不上去又再跌下来的话 同志我不知道你那些资金怎么办 因为老师都不把你的钱当钱看嘛 那当然如果说你现在有这些困扰 到底我资金要怎么办呢 我现在股票到底要怎么做处理 好那各位 如果说你能够认同我们的方式 你觉得我的解盘还有道理吗 我是用逻辑推演 如果说我只是要做生意 我就叫你拼命买 我每天都有标果 我在拿强的出来跟你说 市场的分析师水准就是这样 我说他没有比你强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现在个股套一堆 现在要预防 会不会又再补跌下来好不好 如果说你需要处理的 你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那公司有一个中秋节588的计划 那认同我们的方式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delayed 因为我们在用字幕中间 又开始找几个人 可以 卡住您 向上 爱吧 我就跟她说 我觉得今天是非常愿意 插解里588再加1 速播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堵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中秋夹节夜圆圆圆 运达同步 祝您阖家圆圆满满 插解里588再加1 插解里588再加1 速播拽线02-2781-0909 2781-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人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静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1.全程注意安全 2.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3.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4.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阵 5.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好 欢迎到现场 最近的指数空间比较不大 而且都是量缩横在这个地方 那我刚才说 因为后面就下个礼拜 就有四天是中央假期 所以量也不会出来 那当你量不出来的话 很多个股它会撑不住 像今天整个航运类股 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到 都已经快创破端低点了 是不是 那你航运类股一跌下来的话 那很多钢铁类股 今天反而又跌得更凶 也是下来 那更何况很多电子类股 这波走势一路创破端低点 所以相应预防什么 很多个股它还有补跌的压力 所以你要先避开 你要先避开 其实你看我的节目应该避得开 因为8月30号我就跟他讲 结构不对我建议你停看听 不要买 8月30号我就跟他讲 这叫养套沙 它是赚指数赔价差 9月1号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电子航运钢铁轮流沙 养根套是又多持续 接下来这是轮流沙 后来我跟他讲美股的变化 后面我觉得美股一有波动 风险只会越来越大 上个礼拜也跟他预告 会有更多破底股 所以如果说 你把我们跟你分析的内容 你把它听进去 今天你不会有这些烦恼 那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些烦恼的 那现在各国怎么办 公司有一个588的计划 欢迎你到时候再来电资讯 那指数的部分 我们要开始操作10月份 因为明天结算 所以不管股家企 我都要帮你创造 获利的机会 那认同我们方式的 欢迎你广告之后 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